你 没事 没事 诚哥 该说的我都说了 之前没跟大家说 是因为分手都已经一年了 在我这儿过去很久了 没想到还带来这么大麻烦 还影响到你 我又没怪你 你干嘛摆出这副表情 我是觉得我才刚到战队 还没做出什么成绩 就先惹这么大麻烦 而且昨天还是跟老K双排 本来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跟他搞好关系的 可是昨天这波操作 他好像也不是很高兴 不至于 可是我听小胖说 你从来都没有过负面新闻 第一次因为这种事情上枪头 我真的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你一个女孩子来打职业 对 周围都是男生 难免会被人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我以为你早遇了头 我是有想的 可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等他们新鲜交流都过去了 剩下留意的 就会是你的成绩和实力 最快大概就是 全国冠军争夺赛的时候 不过前提 是你得上得了场 我发誓诚哥 我一定做得到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扛好大饼的 保证你紫色晚糖 怎么了 诚哥 你眼睛怎么红了 没事 毛毛过敏 老公 绯闻是真的吗 哦 嗯 我不开心了 我拨动了 我要取消订阅 粉转路人 你粉丝又问你啊 你自己没手机啊 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 他们说的话 他们很多都是瞎说的 并不是你谈恋爱了 他们就不爱你了 在粉圈 粉转路人 路人转粉 这是很正常的事 之前有人说看见你和诚哥 手拉手逛街舞 我还不信呢 好气啊 这就成了 这一夜 我失去了我的老公 也失去了我的老婆 这种奇怪的新闻 果然还是出现了 有点担心你 作为唯一的女职业选手 不要倒在这种 最开始的时光小姐姐 怎么了 你看 这儿说我和你 手拉手逛街 他们造谣都不用付成本的 我明明连你的手 都没有碰过 现在碰过了 还委屈吗 猫 其他的 你的猫要被你累死了 童谣 我们以前是因为觉得咱们异地 加时间对不上 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不如不谈 所以才找了一些鸡马蒜皮的小事 跟我产了一家分手 现在你自己都是职业选手 你也应该明白职业选手的日常 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是故意冷落你 我也一点都不想和你分手 KTV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不该骗你 是我不对 我也跟你道过歉 瑶瑶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你在干嘛 该不会穿着马甲 跟人家在T吧上吵架吧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觉得有 我看你就是没事 悠不悠着啊 我觉得 有必要发微博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澄清什么 我 你和简阳 根本没有什么电竞白蛇传 没必要 有必要 我不能就这样玷污了你的清白 你自己去看一下豆瓣专组 扯淡 没有的事 别瞎猜 这是你 为什么 毒枪眼的事 你给哪人来做 诚哥 干什么 你这什么眼神 说回去 虽然不知道 未来谁有心当你的陆夫人 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羡慕她了 因为你一定会把她保护得很好 刀枪不入 风雨不轻 什么陆夫人 你是不是弱智啊 啊 明天跟反弹体克约了公开训练赛 会放视频给粉丝看 好好打 不要丢人 大兵 好 简阳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不要再纠缠了 你和陆思诚 好 喂 兄弟 喂 江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问你 你是不是想问童谣跟陆思诚的事 放心了 他们啥事没有 都是网上瞎传呢 你别放心了啊 那我先玩游戏了 拜拜